宝贝你在干嘛呢 我好想你呀 我在画画 按着公仔孩子想说的话 马上发到父母手机里 就算孩子不在身边 父母也放心 因为讲电话的时候 要在同一个时间 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是时间分开的话 就比较方便一点 爸爸我好想你 星期画画 星期五上台全到 因为工作的关系分隔两地 那常常我需要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已经睡觉了 或者在写功课 那有时候他们想跟爸爸 讲几句话的时候 我也在忙 这是全球第一只互动公仔 透过跟手机绑定 只要通讯人体发语音讯息 亲情没距离 他收到了一个消息 爸爸好 爸爸很想念你 你能不能想念我吗呢 这是不是让你兴奋的一刻 我父亲还能够远端遥控 给孩子播故事 就算还在加班没回家 也能够说整编故事 小红帽 从前有个可爱的小姑娘 有山叔的内容 来自李建復的团队 联手开发发挥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益 所以我们希望就能够 透过这样的一个公仔 或者是玩具 能够让小孩能够听到 他父母亲讲故事 会说话的玩具不稀奇 但是把亲子互动加进来 让科技有了温度 变身蝙蝠侠 大老板马上跟孩子打成一片 一手促成这起互动公仔 合作案的 其实大有来头 去年一军突起的耳机品牌 加一连创 今年已经卖了700多万条 从500万的小公司 如今估值已经突破1亿美金 把高端耳机评价化 挑战大厂的性价比 当Apple去merch Beats的时候 我们更肯定 我们的方向跟眼光是对的 所以在未来 我们不但要去做好升学 我们还要去做更好的 所谓的智能耳机 60个人的团队不止做耳机 引入联创概念 共同开发资源共享 小公司引起官方高度重视 深圳市长许晴 亲自来视察 附近这一区要打造成 深圳的戏骨 这边是南方科技大学 那边是整片都是科技园区 叫智原 谢冠宏曾经是富士康 最年轻的总经理 自己创业打拼 发现深圳的创业热情跟机会 超乎想象 到处都是一场一场的 投资者创业者的聚会 投资者创业者聚会 连在餐厅吃饭 到处都是创业者跟投资者 那么多年轻人 那么敢创业 那么多投资者 连crazy idea 年轻人做的事都敢投资 新创公司从美国戏骨 跳过台湾来到深圳 满怀创业热情的创客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来自世界各地 当然还有来自台湾 敢做梦的年轻人 都来找机会 只要你有一个好的想法 那么以及可以执行的一个团队 我想一个想法 一个产品 一个团队 那么这三个结合之后呢 在资金在大陆这一块 我想目前是不缺的 市场那更不用讲 一人拉一把互相扶持 创客云集的深圳 不缺机会 就缺没有好创意 台湾四分之一大小 人口不到台湾一半的深圳 用创业的热情 弯道超车 赶超台湾 三线新闻 成为方才会 深圳采摩托道